那妳這樣子總價買了多少 我總價買八百多 然後裝潢呢 就是八十多 喔妳真的很不花錢的裝潢耶 我沒有這麼多預算 我沒有要把它打造成皇宮 它就是一個住的地方 那比較有那種歸屬感的感覺嗎 我超級不愛出門耶 就是我很喜歡在家裡 然後享受家裡的每一個空間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忍受 家裡有任何一根頭髮在地上 所以我就會一直不停的想要打掃啊 水垢我就想要把它擦乾淨啊 變家政府 我覺得其實以現在年輕人買房 我其實真的覺得預售屋 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但是預售屋就真的 非常要小心合約的部分 預售屋門檻是真的相對低很多 然後妳可以在客變的時候 改掉很多東西 可以省掉很多錢 但是在合約的部分 真的要小心注意這樣子 過去十多年 他都是當租屋主 不過呢在疫情期間 他毅然決然 決定要買下屬於自己的一套夢想宅 而且這裡交通很方便 因為離交流道很近 所以開車上台北工作也不是問題 到底今天的好宅主人是誰呢 哈囉大雅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雅周宜霈 歡迎來參觀我家 喔小歸小 可是很溫馨喔 這是我的小小宅 原本這邊是一道牆 然後我在客變 因為我是買預售屋 所以我在客變的時候 我就把它拿掉 我就說我不要那一道牆 因為我鞋子很多 所以我一定要有 可以收納鞋子的地方 然後像這個是鎮宅用的 這個是我在 我之前拍了一個 也是三立的節目 然後就是爬天堂路 這天堂路裡面的石頭 加油大雅 你可以的 好 掌聲 然後是教官跟我說 我可以帶一顆回去 他說這可以鎮宅 然後我發現 你在下面有一個燈 這完全就是屬於 上面有寫你的名字耶 對啊 這是我二十幾歲 它其實是一個 它是坐著讓你穿鞋的一個燈 不管是出去或是 要睡覺的時候 我習慣把玄關留一盞燈 我覺得這樣就是有一種 家裡永遠有人在等你的感覺 那他請問一下大雅 就是我知道你買這個家 坪數不大 怎麼樣在這個有限的空間 打造出最極致的收納 帶我們去看看 我那時候就跟我設計師說 我家裡很小 所以我收納要做得很極致 你都要給我頂到天 然後地板都不要留 因為很多人會為了 家裡要放掃地機器人 底下會留一個 大概十到十五公分左右的間距 然後也順便做光線照明 你不喜歡嗎 我不需要 因為我本身就是貴婦 跪在地上的貴婦 OK 所以我不需要 家裡很小 你在弄一台掃地機器人 在那邊跑來跑去 只是會害你跌倒而已 當初做這一整面的櫃子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老公只有一個需求 就是他要可以放他的公仔們 要留地方給他的公仔們住 所以這邊是為了他而設計的 我那時候買的房子 我就很開心 我就想說問一下乃哥 因為乃哥跟 所有的麻將桌廠商都有配合 我就想說問他一下 這個桌子大概多少錢這樣 然後乃哥就很有意氣 二話不說說 啊 你買新房子 那我送你啊 我贊助你是不是 對對對 他說我送你 所以他真的是麻將桌啊 我本來以為是餐桌 只是長得正方形 結果他真的是麻將桌 他是麻將桌 他是電動麻將桌 就是他這邊有一個桌板 那大家就平常吃飯 就是在這邊 然後你把它打開 喔 用推開就可以了嗎 你就把它搬起來 它就是一個電動麻將桌這樣 像這個櫃子 我就蠻想要跟你聊一下 它其實是我們的一個零食櫃 就是裡面有很多的收納 然後他又可以把它打開來 欸 這個好讚喔 變成餐桌 完全看不出來 它可以變形到這種程度 對 或是打電腦啊 一直很想要買貴妃式的沙發 結果最後因為空間沒辦法 對 不然你會想要買個L型的吧 非常想買L型的 但是真的沒辦法 而且剛剛看到啊 這邊這個落地窮啊 其實會一直傳來車子的聲音 會不會有一些風飛沙 因為車子畢竟這樣子來來去去的 那時候就是因為很擔心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我如果一天到晚 然後要跪在地上當貴妇也太辛苦 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做了霧霾沙窗 我覺得它很方便 是它也不影響你逃生 然後它是這樣 捲簾式的把它打開 所以裝了之後 確實灰塵量落塵量有差異嗎 差超多 而且因為我那時候在太害怕 我就說我要做兩層 我這邊做一層 然後我這個沙窗再做一層 所以這種霧霾沙窗 它的功效蠻多的 一來幫你擋掉一些太陽光 然後一來幫你擋蟲 然後擋一些霧霾 PM2.5那類的 對 如果家裡有過敏兒 或者是真的是住在交流道附近 其實我真的蠻推薦的 接下來就進入私領域的部分 先看到的是 這個是我的客臥間 我的設計師是建議我說 你要不要考慮做沒有門的 就是衣櫥 因為有門的話 它會再多吃出來大概 6到8公分 你現在看到的每一個地方 其實都是收納 包含這也都是收納 然後床板下面其實也有收納 原來是這樣 這邊有 這是我的飾品櫃 因為我現在的 好可愛喔 副業是有一個飾品的電商 當初剛好這個抽屜的深淺度 妳就是把它關懷要來收納 飾品 對 然後我沒有想到 它這麼剛好可以放上下兩層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 我故意就沒有做門 是因為它其實剛好 跟我的房間是對門 家裡有對門 就是就風水上來說 會容易口舌 對 所以我就沒有做門 就讓這邊是呈現一個 半開放的狀態 它就是這裡 主臥也是滿迷你的耶 它就是標準的主臥 然後其實正常的人 可能會選擇床靠牆 但因為我不喜歡 你知道就風水上來說 也不好嗎 要左右逢遠 所以要兩邊都能夠走 我現在看一下我的意識 其實我還滿推薦 小戶家庭一定要有禁櫃 然後它要可以做收納 然後因為它有收納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瓶瓶罐 全部都往裡面塞 我們那時候課邊 還特別做了浴缸 因為女生嘛 一定偶爾就想要泡個澡這樣 還是弄了很多周邊小戶 譬如說洗澡的時候可以看 洗澡的時候可以 把手機放在裡面 這個我需要 這個我需要 就看劇啊 然後它很可愛 它可以拆下來 因為這樣就不用怕水噴 潛到你手機 對 然後你在泡澡的時候 你就把它掛在這裡 喔這個好讚喔 對然後它就可以這樣 就是可以躺在裡面 然後再看劇 哈哈哈哈 在裡面泡澡 然後在那邊看劇 那這個房子是什麼地方 吸引你決定要買這裡 它有前後陽台 雖然我前陽台很小 可是我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那是可以讓我 瞬間從在家裡 然後去到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我可以把自己放在那裡 我可以不用出門 我就看著遠遠的車啊 遠遠的山啊 然後我可以在那邊想事情 一個轉換狀態的地方 神奇的小地方 對 然後那時候問我說我要什麼風 我說最不花錢的風 哈哈哈哈 最不花錢的機制收納風 那你這樣子總價買了多少 我總價買800多 然後裝潢呢 就是80多 喔真的很不花錢的裝潢耶 就我沒有這麼多預算 我沒有把它 要把它打造成皇宮 它就是一個住的地方 對 那比較有那種 歸屬感的感覺嗎 我超級不愛出門耶 就是我很喜歡在家裡 然後享受家裡的每一個空間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忍受 家裡有任何一根頭髮在地上 所以我就會一直不停的 想要打掃啊 水垢 我就想要把它擦乾淨啊 變家政婦 我覺得其實以現在年輕人買房 我其實真的覺得 預售屋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但是預售屋就真的 非常要小心合約的部分 預售屋門檻真的相對低很多 然後你可以在客便的時候 改掉很多東西 可以省掉很多錢 但是在合約的部分真的要小心注意這樣子 好今天謝謝大雅 帶我們看他溫馨的小宅 雖然空間不大 可是收納做到還蠻極致的 而且有一些風水的小布局小巧思 所以也預祝大雅跟老公未來事業工作 順風順水 謝謝